乌苏特亚丹地质公园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 区域内亚丹土丘高10到25米 最高可达50米 亚丹形态丰富多姿 遍布于湖泊之中 是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处水上亚丹景观 亚丹是维吾尔语 意为具有陡壁的小三包 其实从空中俯瞰水上亚丹才是最好的角度 不过岸边没有非常适合看全景的地方 此便水域危险 岸边潜水有赖岩植物 常有野鸡水鸟 朴实兮兮 成千三万的野鸭及各种水鸟汇聚于此 水上亚丹风景形态各异 不同的造型有不同的视觉风景 景区门票是60元 往返观光车也是60元 坐观光车到达景区最里面一站 有很多游玩设施 可以坐通风快艇 穿梭在这花梁的水上亚丹之中 也可以选择徒步到景区的最里面 站在小三丘上面 平视的望着美丽的亚丹风景 据说夜间的水上亚丹 水面寂静 天空浩瀚 宛若融入宇宙 对话参穷 如遇风吹亚丹 好似鬼哭难好 婴儿曾幽命名魔鬼城 是幽默的孔 我们应该是不幸福的 幽默的孔 是幽默的孔 就是幽默的孔 是幽默的孔 是幽默的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